电文拍似乎已经成了家庭必备的防蚊家电 不过民众在购买前可要多加留意 今天标检局和消息会公布 是售电文拍的抽检结果 不合格数高达8成 电文拍噼里啪啦作响 为了让电文拍更有力 还多了好几层的设计 但是面上贩售的电文拍有白白种 民众会怎么选择 当然是杀文力强的 王子比较密的 对然后电力比较强这样子 因为它是电压不像电流 那只会稍微也许像碰一下这样 好像很恐怖的样子 其实是不会的 那只是说尽量不要去摸它 标检局提出说明 不过根据消息会与标检局合作调查发现 实践随机购买卖厂贩售的电文拍 就有8件不合格 包括为标示制造年份 商品名称 本体位据中文标示 以及厂商联络电话等 像这些对消费者就说 万一你想要找这些厂商去 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 它可以透过这个资讯 可以很快地联络到你的制造厂商 生产制造商 我想对消费者有更多一层的保障 依照商品标示法的一个规定 它是可以限期改善 如果不改善的话 它可以处2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还 除了注意标示资讯 消息会也提醒 电文拍电解网面的电压高达2000伏特 使用时要谨慎小心 保养电极网面时 以干部或纸张擦拭 不可用水或清洁剂直接清洗 以免发生电极或触电的危险 另外可充电式电文拍也要多加留意 避免过度充电 新唐人亚太电视 卢天长李晶晶 台湾特别报道